Shalom 愿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曙光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神迹奇事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到第18节 新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用新方言说话 用手挖蛇 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 手按病人就必好了 阿们 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生命是从得救恩开始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 耶稣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我们得永生的保证 但这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还是生命的全部 基督徒的生活生命还包括了 对现实的生活 耶稣基督在离世 离开门徒之前给了他们一个应许 但这个应许不仅是给门徒 也给在门徒之后 所以相信基督是主和救主的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应许今天依然是可靠 是有能力的 一如当初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耶稣基督说 首先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一生中都很害怕邪灵魔鬼 以及各种的认为以我们对付我们的那种的力量 我们害怕他们 但耶稣说 你们诺信我就必能够赶鬼 所以以其逃避魔鬼或邪灵 而不是害怕他们 你实际上有能力胜过他们 这是我们信徒的标志 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所有的门徒的标志 愿上帝让你在这种的权柄中能够前行 因为你能够胜过一切魔鬼撒旦的一切的势力 阿们 第二 耶稣说 圣灵将充满他们 使他们能够说出天国的语言 也能够说新方言 使他们能够与上帝能够交流 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当你有说方言的祷告和寻求主的面子的时候 这将会丰富你的祷告的生活 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操练我们的权柄的方式之一 第三 耶稣说 有人想害你 有人想伤害你或毒害你 有人想毁灭你 有人在属灵或肉体上想对付你或攻击你 耶稣说他们不会伤害你 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拥有的保证之一 耶稣会保护我们 祂会保护我们远离这些的危险 祂保护我们免受攻击 祂保护我们远离那些想要摧毁我们的人 阿们 意思呢 也是说 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按守在病人的身上了 病人就必权益 这不只是给那些的牧师或神智人员的能力 这是给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信徒的 如果你是父母 你是信徒 你为病人 可能你是为你的孩子祷告 圣经说呢 他们必权益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只要我们相信上帝的获益 运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益 神祭其事必要跟随你和我 阿们 哈利路亚 让我们这时候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相信你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主 让超自然的神迹骑士跟随我们 无论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阿们 愿上帝祝福你们 一个丰富美好的一天